HELLO 欢迎收看中天娱乐频道 《新春特别计划》 我是慧玲 今天是大过年的 你待在家里又不太想出去 因为现在疫情很严重嘛 没有关系 我马上为大家来盘点 2021年必追的韩剧有哪一些 还有2020年你错过了哪些一定要追 不然就白活的韩剧 首先第一步我要介绍 由这个全智贤国民女神演出的智艺山 原本是传出说是要和朴旭骏 就是栗子头一起来联手和野 不过最后确定男主角是金志勋 那智艺山其实就是在讲述 全智贤是饰演自身的这个护灵园 那他其实对于植物啊 植被啊以及地形啊都相当的熟悉 很多人登山都是去赏风景啊赏花啊 然后找日出啊追夕阳啊 所以登山的理由千奇百怪 那其实就会有可能遇到山难啊什么的 那全智贤所演的护灵园呢就专门是去解救一些 山难人员啊或是迷路的人员啊 金志勋所饰演的护灵园他有点特别的是 金志勋是看得到山难的灵魂的 那这当中呢就会有很多悬疑啊恐怖啊惊悚啊的戏码在里面 智艺山在韩国是真有其山 而且他是第一个确立的国立公园 整个剧组呢都搬上了智艺山来拍摄这部这部大作 那这部大作呢其实一定要跟大家特别介绍的是 他是由鬼怪的导演李应福 吸手信号signal的编剧一起来合手打造智艺山 那他其实赤支了208亿的韩元等于是台币的5.3亿 等于这16集当中每一集是3000万台币来制作 可见这个这个场面会有多浩大多磅礴 很多时候我们看韩剧哦 除了是欣赏他里面的呃 比方说演员也好 或者是他的剧情也好 还有一部分是我们有点投射在我们呃 日常生活中有可能会遇到的事情状况 比方说前辈那是口红不要涂 他就是在讲年夏男爱上大姐姐的故事 这部戏剧里面呢 袁真儿是演出一个工作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工作女强人 而陆云呢是新晋的小职员 他非常欣赏袁真儿的这个能力啊 然后常常都是会在角落偷偷看着他 然后他每次看到袁真儿要跟前辈去约会的时候 都会涂一款同样颜色的口红 所以这部片才会叫前辈那是口红不要涂 有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到 要不要跟年纪比自己年纪小很多的小弟弟 谈恋爱啊这种 这种观念有时候会在自己心中拉扯 被年夏男追求啊 自己还在那边挣扎的一些女生 就可以来欣赏这部戏 看看戏怎么怎么帮你解答啦 好 再来第三部 我要介绍《极静的大海》 这部片是我自己私心最期待的一部2021大作 是由裴斗娜以及孔劉 国民男神国民老公孔劉一起来演出 孔劉呢他其实这阵子都是比较在大萤幕电影上面出现 然后他这次回归到小萤幕来演出《极静的大海》 其实是由影帝郑宇胜把孔劉说服回小萤幕的 这部片呢是由影帝郑宇胜来导出 他内容讲述他其实就是一个科幻片 这也是韩国史上第一部以太空为背景的科幻片来作韩剧哦 里面就是在讲述地球因为就是浩劫嘛 就是面临沙漠化开始断粮啊断水啊 所以有一票就是太空宇航员这个精英的宇航员 就是我们孔劉饰演航太局队长 要带领着航太局的精英们去月球 去地球以外的地方找寻人类还可以生存的环境 这部剧听起来呢就很像之前安淮瑟威演的那个《星际效益》有没有 那你一听就可以知道这绝对是电影级的大作 好再来第四部2021必追的韩剧我会推荐的是 蒲信慧跟曹承佑所攜手演出的《西西佛斯神话》 CISFUS 其实台湾是叫做薛西佛斯啦 不过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翻成西西佛斯还是薛西佛斯 蒲信慧在这部戏呢是以武打女星的姿态亮相 里面呢不乏这种什么吊钢锁啊 狙击手啊 这种韩国首尾的大楼啊 这样从这边跳过来又吊过去的 就是非常的帅气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呢看到蒲信慧的成长 跟他以前的戏剧内容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那不知道大家对薛西佛斯这个神话故事有没有印象 一个神他被众神惩罚 每天要把一颗石头搬到山顶 然后那个石头到山顶之后又会掉下来 所以他就是要一直日复一日的去搬石头又掉下来 搬石头又掉下来 就是有点在做徒劳无功的苦差事 不过薛西佛斯呢 他的神话寓意有点是在说 你要怎么在这种徒劳无功的苦差事当中找寻到快乐 某一方面来讲你也是战胜了命运 战胜了这个神对你的惩罚 所以我就很好奇啦 薛西佛斯的神话 然后又朴信会武打明星姿态亮相 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两个做结合 我觉得是蛮让人家期待的 好接下来要介绍2020你必须要追 一定要追没有追就等于白活的大戏有哪三部呢 我现在要介绍的第一部是虽然是神经病 但是没有关系 就是由金秀贤还有徐瑞芝所带来的年度大剧 我觉得里面必须要看必定要看的原因是 金秀贤跟他的哥哥 他哥哥是一个智能不足的一个成年男子 那金秀贤在里面就是必须要照顾他哥哥 金秀贤在里面是饰演一个非常压抑的角色 因为面临贫穷 面临要照顾自己成年哥哥 面临他自己因为被家庭的东西绑手绑脚 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没有办法去念大学 没有办法去谈恋爱 内心不断的压抑压抑压抑 到遇到徐瑞芝这个就是冷艳傲 又很做自己的女主角之后 他一戏就是很像很像那种你知道气球被那个针戳到一样 砰一戏之间爆炸 他其实在告诉我们 我们如何在这样子一个走不出来的环境 面对自己内心的阴暗 面对自己生活上面的困境该怎么突破 这部戏里面是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成分在的 下部的话我要介绍的是富豪辩护人 就是由金慧秀以及朱志勋所演出的大剧 这部片就是在讲说一群为韩国上流社会收烂摊子的律师们 他从一场韩国上流社会的婚姻离婚案开始来描绘 然后渐渐勾勾勾勾勾勾勾出这个接班人的丑闻啊 还有这个跟官商勾结的一些黑暗内幕啊 就是由这两个非常极端的角色一起把它牵出来 最后一部一定要看的就是《浪漫一世金师傅》 Part 2 很多的大作到了第二集 第二部就会开始有点烂尾 可是《浪漫一世金师傅》呢 你看了你真的还是会起鸡皮疙瘩 第二部呢他请到的是李圣经 还有安孝谢一起来合手演出 我不得不说我看《浪漫一世金师傅2》的原因 是因为安孝谢 因为他真的太帅了 安孝谢他在里面就是演也是演一个贫穷的一个男子 然后他是对医师他就是非常的聪明 不过他对医师这个角色一点都不在乎 他只觉得只要能让他赚钱就好了 而李圣经他是一个书呆子 他只会念书然后他不知道自己能干嘛 所以两个这样子漫无目的的医师来到了这个医院里面 遇到了金师傅 从此以后对人生观整个改变 他结果就在里面呢 教导李圣经跟安孝谢如何成为一个浪漫的医师 那不知道如果有看过《医》的人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浪漫守则是什么 这边我有把它抄下来 浪漫的守则就是自己的答案自己找 不要放弃探究为什么活着还有为什么而活 因为这部片是以医师的背景为主嘛 那其实浪漫守则套用在各个职场各个生活各个身份都适用 就是你在努力工作的时候 你不要探究为什么自己还活着 然后你为了什么而活你就会变得很快乐 对 这就是金师傅所要带给观众的一个回响 那这边就是不正经的剧评介绍咯 如果你喜欢赶快打开你的Netflix也好啊 或者是爱奇艺也好啊 赶快去追你的生命 为你自己的生命找答案 拜拜 拜拜